嗨,大家好 我是极速汉语卢旭峰 上一节课我们说了语言和文字的区别 这节课就接下来把几个常用词语的定义给大家梳理一下 这几个词在我们日常对话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 而且很多时候并不会严格区分 但是其意义是否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 中文应该是中国的文字 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除了汉字之外 蒙、满、藏、壮等多个少数民族也都有其自己的文字 所以这也都应该包括在中文的范畴之内 可是现在一般默认都已经特指汉族的文字 由此引申也可以表示汉族的语言 那么汉语这个词的本意就是汉族的语言 可是同样是汉族 中国几种常见方言的发音差异巨大 有些甚至语序都不同 如果一个温州人和一个广州人都只会说当地方言的话 他们是完全无法用语言沟通的 如果从西方语言学家的角度来说 就已经完全不能定义为同一种语言了 而在中国则绝对不会有人否认他们说的都是汉语 所以单从字面上来看 中文应该更偏向文字方面 而汉语则更偏向语言方面 但是在实际使用场景中 多数情况下双方可以互换 由于中国政府成立了 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 哇 好绕口 这个组织简称汉办 其规定在海外学习的中国语言称之为汉语 因此在本系列课程中 我们全都统一使用汉语这个词 有一个学生曾经问我 是否可以说中语和汉文呢 我告诉他 在汉语中其实没有哪两个字 是绝对不可以连起来用的 比方说2020年之前 很少有人会把心和关两个字连起来用 可现在则是家喻户晓 说不定哪一天 中语和汉文的说法也会出现 学汉语的关键是深入理解每个字的意思 再根据字译去联想词 学汉语的关键是理解每个字的意思 关键是理解每个字的意思 重点说三遍 再说华语或华文 这种说法一般在海外用的比较多 因为在海外的中国人及其后裔 一般称自己为华人或华侨 所以华语这种说法标志着他们对华夏子孙这个身份的认同 这个时候又有同学问我了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叫华朝 也没有一个地方叫华国华州的 那么这个华夏的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真是个让人无语的好问题啊 赶紧回去翻字典 这才知道上古时代还真有个叫做华须的古国 就在郑州附近 福西和女娲就是在那里诞生的 是最早用龙做图腾的部落 这就明白华这个字在汉语里的地位了吧 现在的华姓就是从这个华虚式演变来的 以后见到姓华的朋友都可以尊称一身老祖宗了 不过话说回来 那我们自称华夏民族好像有点读错别字的嫌疑啊 可是要叫华夏民族 这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 最后普通话则是中国官方规定的标准语言 英语将普通话称为Mandarin 其实是满大人的英语 其译不言自明 中国自古以来在朝廷的行政中心 都有所谓官话的存在 而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 想要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统一发音 显然是不可能的 解放后随着科技的发展 普通话才得以全面推广 我们现在常说的中文和汉语 实际上都是在特制普通话了 因此我们公司的中文名称叫做急速汉语 而根据英语选词力求准确的原则 我们使用了Speedy Mandarin 可是有趣的是这个名称 无论汉语还是英语都无法注册为商标 被拒绝的理由是 因为这是一个形容词加一个名词 就好像一个鞋场 不能给自己的产品起个名字叫好鞋 如果一定要注册急速汉语 除非我们不教汉语而改行去卖鞋 老规矩在课程结束时说句题外话 今天的背景图 是我们在泰国苏梅的归岛海边拍摄的 是什么让这棵椰子树 又突然决定往上涨了呢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课再见